大家好 這兩天還是西南風的天氣 不過好消息是 有要轉變了跡象了 大致上到禮拜五的 上午的時候 還是西南風的環境 而且還蠻強的 因為科羅沙颱風整個帶動北台的結果 中南部還是不穩定 但是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集中在凌晨到上午這段時間 下午就會慢慢的緩和 容易有雷雨包 而且有局部的強降雨 一下子下起來就好雨以上 這個老實說真的蠻大的 那禮拜六禮拜天會稍微的緩和 中南部 不過北部就容易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又開始冒起來了 所以這個目前有一個在轉變當中 那科羅沙颱風今天侵襲日本 在四國登陸 大致上從關東一直到西日本 都受到一些影響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台灣這邊受到北台的影響 整個西風 西南風 明顯的對流雲氣 明顯的這些拉起來 所以就在對準我們南部 所以南部來說的話 明天 這個禮拜五的清晨 凌晨到清晨一定要注意 這個水氣上來之後 所帶動的一個降雨 大致上這個環境是會持續一陣子 那另外科羅沙影響日本 大概在明天開始就會慢慢的緩和 我說我們台灣天氣 其實預計 這個科羅沙走了之後 這個西南風會稍微弱了一點點 所以六日會稍微減弱一些些 禮拜五可能凌晨還有 但是禮拜六就會慢慢緩和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 這水氣還蠻多的 所以午後雷震雨在全台灣 都容易有發展的機會 這個就跟傳統西南風就不一樣了 那未來還是要注意 在菲律賓東邊或是南海這邊 這個西南季風 等於是說颱風會發展的溫床 還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觀察太平洋高壓有沒有犧牲過來 這兩個條件會決定颱風與否 目前來看的話至少各位有沒有看到 到下禮拜四之前 未來一個禮拜 還沒有颱風直接會清洗台灣 可能有DIY發展 至少還沒有馬上來台灣 所以無論如何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禮拜五呢 中南部還是要注意 尤其是南高坪的地區 請大家留意一下 整個北台灣還是跟今天差不多一樣的天氣 但是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降雨的分布開始有一點變化囉 南部降雨變少一點點 越來越少 然後北部開始增多 午後增雨開始增多 是靠山區 所以未來會有一個變化期 那可能這樣的天氣 就是下禮拜的天氣形態 還是容易各地都有午後類陣雨 所以北部比較乾比較熱的情況 有機會要改善了 禮拜四晚上各地有下過雨之後比較舒服 不過北部沒有下雨 還是滿悶熱的 禮拜五白天大致上跟今天天氣有點類似 但是北部開始逐漸 有一點午後雷陣雨的訊息 不過還不是很明顯 可能要到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請大家留意最近環境的一個轉變